心里有你的人,随时都有空,眼里没你的人,怎么都没空,在乎你的人,离开你一分钟都闲场,不在乎你的人,陪着你半秒钟都浪费,一个人若在乎你,永远不会嫌弃你,即使你不漂亮,不优秀,不富足,在他心里,你就是完美。 因为一个人若不在乎你,会想往设法躲着你,即使你再温柔,再富有,再深情,在他心里,全都是白费,一个在乎你的人,绝对不会忙到忘记你,接到你的电话,窃喜,看到你的信息,秒回,不管多忙,不管多累,都会抽出时间,和你联系,不是真心在乎你的人,所谓的忙和累, 其实都是借口,不在乎才是理由,不管多忙,多累,都不要对关心你的人发火,都不要把在乎你的人冷落,人一辈子,能认识很多人,但是真正对你好的人,屈指可数,因为一辈子能遇到这样一个人,实属不易,是你的福气,这样的人,才是你一辈子该珍惜的人,不在乎你的人,陪着你半秒钟都浪, 不在乎你的人,像请你吃饭的人,不怕花钱,像吃米饭吃的人,做梦带钱,爱你的人,想给你最好的,骗你的人,想要你最好的,如果一个人不回你的短信,不接你的电话,口口声声说太忙,实在车不开身,这样的人,你大可不必花心思,就算吃饭,上厕所, 手机也会抱在手里,怎么可能没有多余的时间回复你,一个在乎你的人,绝对不会忙的忘记你,接到你的电话,窃喜,看到你的信息,秒回,不管多忙,不管多累,都会抽出时间,和你联系,问问你有没有睡好,关心你有没有吃饭, 所以,别傻了,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你,却对你说又忙又累又没空的人,一定不是真心在乎你的人,所谓的忙和累,其实都是借口,不在乎才是理由,因为真正在乎你的人,从来都不忙, 真正对你好的人,随时都有空,真正心里有你的,在他有空的时候,会给你一个短信,问候一下你在干什么,或者告诉你他在干什么,让你知道他的动态,即关心你了,而且也做到了在哪都给你输一下,免得你很担心,真正心里有你的,会在你不知道的时候,就关注了你的朋友圈,你的圈,你的一切,了解了你, 周围的朋友,这样他不仅仅知道,你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了,能够去安慰你,也展现了他对你的在乎,能够为了你,去接触他不曾接触的人或五,真正心里有你的人,会放下他认为的面子,不会和你在大街上大吵一下,即使是自己不对的,也会和你沟通,心平静和当,即使很生气,也会说几句,不会脸红脖子粗的给你担心, 吵架,如果他心里真的有你,他关注的不是你的,而是你的世界,他读的不是文字,而是你的心情,是对你的关注,评论是对你的在乎,好的感性交的是些,聊的事情,无所谓距离,无所谓世界,即使听歌一方,牵挂一直都在,如果他真的心疼你,他会处处为你着想,舍不得你花钱,电话总是挂断在打过来, 生怕你熬夜,晚上总是催你早点休息,你病了,总是焦急的再三询问,你烦了,耐心的一直炫慰,你累了,体贴的不再打扰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